烏克蘭說烏克蘭邊防軍和海關人員開始檢查運送物資的俄羅斯車隊 俄羅斯說車上運載的是提供陷入戰亂的烏克蘭東部的人道救援物資 烏克蘭曾表示不准近300部俄羅斯貨車進入烏克蘭 因為擔心俄羅斯可能會直擊向烏克蘭發動全面入侵 烏克蘭又說車上物資必須由紅十字會進行檢查然後才可以進入烏克蘭 國際教援官員說鄧涅茨克和勞金斯克等烏克蘭東部大片地區缺少醫藥用品和水電 烏克蘭政府軍不斷在烏克蘭東部發動攻擊企圖平息親俄羅斯分離主義分子的叛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